來看一個非直角三角形或直角三角形的測量 最基本三角形一定要給我畫出來 你沒有畫三角形 你怎麼樣開頭去解東西 沒有畫三角形你怎麼開頭去解東西 對不對 所以來A B C 腳B 60度 腳C 75度 加起來是135 腳A是45度 通常三角形條件要盡量先填進去 來題目說BC等於6 第一個要求AC的長假設叫做X 還有外接緣半徑 同學你看 題目給的條件是只有問兩個邊而已 那這時候對邊除上對角 我們知道 X除以 Sine是60度 是不是就等於6除以Sine 45度 和兩邊有關嘛對不對 用正選 把他寫出來 就可以把X除出來啦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知道 X就等於6 乘上 Sine 60度 除以Sine 45度 等於6 乘上 2分的根號3 再除以2分的根號2 2 2約掉 等於根號2分之6 根號3 你們再劃解就好了 我這個劃解不做我的工作 好 你用正前就可以算出來 那第二個 你如果要求外接人半徑 是不是一樣可以用正前定理 因為我們知道根據已知 6除以 345度 這等於2R 正前 對不對 那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算啦 這個2R 就等於6除上 2分的根號2 移過去或整理一下 把2再除掉 這個可以知道答案 2R 等於 根號2分之12 把2除掉 所以R 叫做根號2分之6 同學這個我都沒有化解 我都沒有化解 只是告訴你這個大概可以這樣算 好 從這裡很明確喔 跟兩邊有關 跟外界半徑有關 可以用正前定 不夠如果你們在用正前定理出 討論三角形要小心 喔 從第二題就可以看得出來 Linear Linear一樣有一個三角形 喔 這個 以致角A是45度 而且 AB等於3 BC等於6 要求角B跟 角C是 多少 這有差掉 好 等你們一下 這都是用正前 那在等的時候我先畫 解任何的三角函數的問題 除了一之四以外 一之四 因為他們在討論三角函數的疊合 把角度相加相減 其他的東西 同學 任何的起步 都是從 畫圖開始 A B C 角A是45度 AB長是3 BC長 這個圖沒有畫 我再畫一次 我再畫一次 45度 BC長 根號6 AB長3 你要求角B跟角C 那你看這個3的對面是角C 先求角C 比較簡單 跟他6的對面是45度 題目給的條件 題目給的條件只有幾個邊 是不是只有兩個邊而已 要求這個角 要求這個角 所以第一個 按兩邊有關 是用正弦來討論 可以嗎 好 開始囉 從這裡 我們知道 根號6 除以sine的45度 可以寫的3 除上sinec 你是可以去把這個事解出來 就知道sinec多少 可以嗎 這就是什麼鑑定理 正弦 對不對 對面 除以sine的對角 會等於一個定值2 這叫做正弦定理 好 那sinec是多少 這個時候 移過去移下來 sinec 這個人3 除上根號6 乘上sine45度 這個人3 除上根號6 再乘上2分之根號2 這個 那經過一番的整理 算一下 這就可以得到我們該有答案 是幾啊 2分之根號幾 根號3 可以嗎 經過計算 除了根號2 整理完 這個2 根號3 5分之3 2分之根號3 那同學你看一下 這是一個正值 請問你 sinec是正還負 不一定 這個sinec 1還是2向線 不一定 因為我們知道sinec 在1 2向線為正 所以正值的時候 這個sinec 有可能有2 sinec 是不是可以是 120度 也可以是 60度 為什麼 你畫圖嘛 2分之根號3 可以是60度 也可以是2分之根號3 三角形可以允許頓角 又不是一定要直角三角形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可以是60度也可以是120度 那這個時候 角逼 是不是就尷尬了 因為角逼是不是有兩個答案 可以是75度 也可以是幾度 120加45是165加15 可以嗎 所以有量組織 知道OK嗎 有量組織 有量組織 角逼最後是由這個內角的180度來 那實際上 你畫一個圖 你會發現這個圖在國中有一個特別的名稱 這圖是什麼東西 這個 SSA 然後 ASS 對不對 以前在國中這個三角做圖的時候我們就知道 ASS 不一定 因為最後這一根就可以往這裡放 這一根往那一邊放 這根可以搖 搖到這裡來 而且這兩個角是正好後補 可以嗎 對不對 SSA嘛 這題是要討論 如果你在sine值 算出來的時候要小心正負 角度的 這個銳角 頓角 OK OK 睡覺 晚上 可以去 伸張正義 我有跟你們講過嗎這個 我今年有一個新的計劃 我希望 我每每一個禮拜 我可以慢慢開始拍片 歡迎YouTube賣進 真的 真的 我要做什麼 我要cover韓團的舞蹈 BTS啊 Shiny啊 我就開始來跳 對用我自己的風格跳舞 這樣 你喜歡哪個團 你喜歡 BTS對不對 那我會不會跳就看你表現了 對 SOR之類的 看我多久會被封鎖 哈哈哈哈 真的 到時候我就變成 我就變成Twits 那個YouTube上面紅人 好不好 這個 南俊傑北街頭 所以 基本上來說 我 我有想過我要做什麼 第一個我要做 美食的 我要做三個方向 你們不一定會喜歡啦 第一個是我要做藝術的 不要看我在我們家是做陶藝的 我是教小朋友做什麼船啊 做什麼東西的 我是說真的 我們家真的是做藝術的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是 我會講一些吃的東西 然後 第三個我應該會 講一些歷史 好來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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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 余弦定理喔 嘿嘿後面 嘿嘿嘿 來 下一位我二番喔 余弦定理 余弦定理在幹嘛 我再看一看 來 余弦定理 顧名思義 是在看口善跟天角的關係 余弦就是口善 很多人 背這個公司都不會背 最主要是沒有把這個余弦定理 是跟口善有關這件事情去連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有一本三角形 對邊跟對角 A 的對邊小A B的對邊小B C的對邊小C的話 那這個時候 三角形的邊角關係 A方 A顯成B方 加C方 減2bc 乘以口善跟一 同學 基本上你要求一個角 就把他對面的所有東西都拿來用 來看喔 我這樣畫一刀 A方 A方 可以寫的 B方加C方 減2bc 口善跟一 同樣的道理 你要去求B的平方 畫一刀 B方 等於A方 加C方 減2ac 口善B 同樣的道理 C方也是一樣 用切的就好 或者是說 口善A 可以寫成 2bc分之 B方 加C方 減A方 這兩個都是一樣的東西 它只是一個 邊長之間 計算的轉換 我來轉換一次給你看 你看喔 A方 等於B方 加C方 減2bc 口善A 我這一次這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把這個東西移到左邊 A移到右邊 會得到 2bc 乘上 口善A 等於 B方 加C方 減到A方 這個OK嗎 再把2bc 除下去就好 我們知道 口善就不用操 等於2bc 分之 B方加C方 減A方 就算出來了喔 所以這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在討論 用不一樣的長相來討論 那這個東西比較常用 喔 這個一定要記得 他有個口訣 你們看喔 順便把口訣先講給你們 我基本上來說會反覆重複到 這公式你們很熟 有在證明 讓你們覺得是對的話 那基本上來說來看一下這個事情 你要去算口善A的話 口善夾角 可以看這2夾邊夾邊 2夾夾 分是B方加C方-A方 夾邊的平方 加夾邊的平方 最後扣掉對邊的平方 口善夾角 等於2夾夾分之夾方加夾方減對方 一樣啊 口善B等於2AC分之A方加C方減B方 口善B等於2AC 分之A方加C方減B方 口善C等於2AB 分之A方加B方減C方 2夾夾分之夾方加夾方減對方 都一樣 可以嗎 好 好 我在念半天 你們應該 沒有證明是對的 至少也先記下 好 讓我們來開始看一下證明 第1個證明 但是我覺得 證明有點 不親和 我喜歡看第2個證明 好來我們來看證明2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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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做做做做可以嗎 口善夾角的2夾夾分之夾方加夾方減對方 口善夾角的2夾夾分之夾方加夾方減對方 我來開始證明了喔簡單的證明 好 來你要證明口善A 我要證這個 給2bc 不是b方 加c方減A 那你要證明的話 你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可以 假設做垂直 是把x算出來就好 那如果假設這裡叫做x 右邊叫做c-x 所以你在證明的時候 口善A 等於 b分之x 這裡有一個直角 三角形 根據地理 b分之x就可以證明 那x怎麼算 同學 這個x是不是出現在直角三角形的左邊 跟右邊的直角三角形裡面 那直角三角形就可以利用 b式定理去找x的關係 abc都是假設為 以直 只有x要求 那一個位置數只要找一個條件 利用斜方減底方等於高 斜方減底方等於高 這個高是不是共用 就可以減出x囉 由 b式定理 去求我們的x b方 減x方 等於 a方 減掉c減x的平方 經過整理 最後就可以算出答案 展開來 b方 減x方 等於a方 這裡展開 c減x平方 等於c方 減2cx 加x平方 減c方 加2cx 減x 因為前面有一個負荷 全部都要變 xx可以約掉 把這兩項移過去 是不是就快正完了 所以 2cx 就等於 b方 加c方 減到a方 x就等於 2c分之 b方加c方 減到a方 那最後 cos 等於b分之x 就等於 2bc分之 b方加c方 減a方 同學 正完了 這個就是我們最後的正 可以嗎 這是 魚鞋的正 否則 假假 2 假 假 不是 假方 加 假方 減對 那你要看使用時機的時候再寫一次公式 a方 等於b方 加c方 減2bc 乘上 53a 還有 53a 等於 2bc分之b方 加c方 減a方 你看著這兩個事實 就很明顯的知道 這個 魚圈定理 跟幾個邊有關 1 2 3 等號的兩邊 一定會有三個邊 所以使用的時機 魚圈定理是 和 三邊有關的討論 看三邊有關 你只要討論跟三邊有關 就會跟魚圈有關 另外後面還會碰到一種東西 通常也會跟魚圈有關 下 補腳 很多時候討論補腳的關係 也會用到口戰 這個 嗯 不行 因為今天要四段 一段十五分鐘 不是真的 這有算好了 這有算 來 那右邊我稍微舉個例子 讓我們算算看就好 因為這個問題 有的腳不好算 這個 Don't worry 算一下 最主要是讓我們去感受一下 這個是怎麼來的 來 任何的三角韓書一定要先畫出三角形 A B C 是小A CA 是小B AB 是小C 第一個問題 他說A 等於2 跟號3 C C 得3加 更號3 腳B是30度 你要求B 同學 同學這個B怎麼算 你看 你看 他就給你三個邊 邊給了很多 跟 三邊有關 跟三個邊有關 所以你要求B的話 我們就用余錢定 三邊有關 三邊有關 因為我真的有算過 說不定還來不及 所以 所以還是 還是 還是要講到嗎 三邊有關是余錢 那怎麼算 B方 用另外這三個去寫 A方 加C方 減2AC 可算B 等於 2跟號3的 平方 加3加 更號3 的平方 減2 乘以 2跟號3 乘上 3加 更號3 再乘上 可算30度 算出來就是我們的答案 算出來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數字有點醜 來算一下 2跟號3的平方 是12 3加更號3的平方 A加B的平方 A平方 加2AT 6跟號3 加B平方 再減掉 2乘上 2跟號3 再乘上 3加更號3 再乘上 2分子更號3 2月 這裡展開還是可以算 等於 24 加 6跟號3 減掉來 展開來算喔 6 38 減18 8 這裡算的3 乘以2 跟號3 這個 3 減掉 6跟號3 算起來就是6 同學我們就知道B 叫做跟號6 有沒有看到跟三邊有關用語權來計算 B算起來就是跟號6 6 那第二個 角A是多少 同學你要求角A的話 就這時候B已經有了那都跟號6 角A是要語權地理算一下 cosA 等於 2 BC 有點難算喔 跟號6 乘上 3加跟號3 分子B一方加C一方 減黑一方 跟號6的平方 加上3加跟號3的平方 減掉2跟號3的平方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頭3A算出來 可以嗎 你就 你去硬撥 哪一個 你幫我 欸 做完了嗎 這筆數 太醜了吧 看一下喔 他竟然不用正前做的 那我要算嗎 我想可以用正前算嗎 這個用正前算比較快 因為2分之根號3 求sinA 然後你有根號6分之sin30 會用正前更快嗎 這個呈出來不要抽 好不好 用正前算 他會不會生氣啊 好 那是用點2啊 可以上這樣嗎 你可以把他用正前上 對喔 那我們 我們幫他 我們幫他 中正式 來 上面是用正 上面是用語言 下面用正前 好 換 剪掉什麼,我跟號6 好,我查了 6 加 9加3,所以是12 加上 6跟號3 剪掉12 好 下面不動 2跟號6,3加5跟號3 好,算了 12,12約掉 6加6跟號3 這一題的腳位是75度 30 45 105度 105度 我都在說 我真的用余强喔 喔 這題你用余强喔 對啊 可以用正强喔 那105度 沒關係啊 有三邊 你可以算嘛 你也可以用正弦啦 不過 如果 因為你 因為你現在三個邊都解釋 還是有對邊跟對角 那你如果要求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跟兩邊有關 也可以用正弦 隨便你好不好 好 好 耶 耶 耶 好 太好了 可是有的時候如果給了三個邊 時間要你求角 都是用余强 像下一題就是 要不然你選第二小題 這題正弦起來 第二小題用余强 好 那為什麼我這一題要用正弦 剛剛不合講 那 為什麼要用 因為如果你真的用余强 剛剛算那題 那一題答案是 sine的105度 一般正常人是觀察不出來的 一般正常人是觀察不出來的 那為什麼用正弦好算 你看一下好了 sine的30度 分枝根號6 等於什麼勒 找一條好算的嘛 sineA分枝2根號3 你看 球這個 好球多了吧 交叉相承答案就出來了 對吧 觀察看得出來嗎 這是二分之一嘛 極度漂亮喔 稍微算一下 sineA的值是多少 好我交叉相承給你看 sineA乘根號6 2根號3乘二分之一 答案是根號3 根號6一除下去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 sineA 就等於根號6 45度 或者是 135度 那當然這題答案是45度 那135度是怎麼劃掉的 正前就這樣做 不要正前 腳A說 那為什麼135度不是 你可以觀察一下 假如今天 腳A是135度 如果啦 135度 他給人發現他的三邊常不符 因為 這個算出來大概是3.4 根號3是1.73 這個大概是4點多 這個 根號6是不是 2點多 對不對 因為根號93 所以這是2點多 那 135應該是最大邊 但是他並不可能是最大邊 所以他不會是135度 所以答案只有45度 可以嗎 所以同學 如果這一種問題 你在求角度的時候 你不希望去討論 你就用口善算 你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用口善算 為什麼用口善算 好 你是哪個 在討論角度的時候 如果可以用口善會比較保險 對 因為口善 假如有負 那一定是頓角 假如是正 那一定是銳角 就不用再特別去討論 那賽的話 第二向線 都是正的 第二向線都是正的 所以還要再去 因為他現在偷懶 想要算比較快 對 所以我就要再看 那腳B30度 所以腳C就算出來 腳C是105度 腳C不好算 對 腳C不好算 不是腳 好 謝謝 大概 OK 抱抱 好 回去吧 剛好 腳C你自己看 好 大概是這樣 同學我還是覺得 如果要求角度用余弦比較好 我意思嗎 雖然正弦比較快 但是余弦比較怎麼樣 比較確實 我意思嗎 不用說去判斷 怎麼樣怎麼樣 來第二小瓶哦 哎 好了 看這個 在三角形裡面一樣 A B C 他給A叫做更號6 B這邊是2 C叫做更號3加1 同學給三邊 你要求角A這時候怎麼做 這很明顯跟三邊有關就很明顯 可以嗎 所以跟三邊有關 基本上給你三個邊 你就可以用余弦求角度 或是求任何東西 可以嗎 好 那這時候就來用囉 口上1等於 2乘以2等於更號3加1 或者是B方加C方 夾方加恰方-對方 可以嗎 等於2方 加上更號3加1的平方 減到更號6的平方 算一下 這個下面 4更號3 加4 那上面是幾 4加3加1 加2更號3 減6 6 4加3加2更號3 加1減6 那這個約完以後 這裡有8 8減2 2加2更號3 下面是4加4更號3 同學 幾倍 1分之1 你會發現你用余弦算比較安心 為什麼 因為同學 因為同學 口上A在第一向線為正 第二向線為負 所以很明顯的這個2分之1 代表腳A是幾度 60度 可以嗎 喔 我這隻丘腳A而已 Bc你們自己算喔 Bc你們自己算 喔 就這樣 好 好 OK再來接下來繼續了 第三個重點是面積公式 面積公式很快 因為這個海龍我是從來不正 海龍的話證明寫在下面 他並不難很瑣碎 他是由這個以前在這個古代的時候 他們撿到一個石碑上面寫著這個證明 亞歷山大城的海龍 這個數學家證出來 來 A的對面小A B的對面小B 4的對面小C 你要求面積三角形的面積 第一個 可以用二分之一的底層高 B乘上HB HB就是B的高 以B為底的高 可以嗎 那你看喔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HB其實可以用A跟SineC來表示 你在這個三角形裡面看到什麼東西 HB這裡是A這裡是C這裡是90度 這個HB是不是可以寫成A乘上SineC 斜邊乘以上會是對邊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寫成二分之一 B A SineC 二分之一 B A SineC 對於C正好是兩個夾邊 所以面積有個口訣 就是二分之一的夾邊 乘以夾邊 再乘上Sine的夾角 夾邊夾邊 SineC A B SineC 或者是B C SineA 或者是CA SineB 夾邊夾邊 SineC 好 那這是第一個面積公式 那第二個面積公式 就是大明比0的海龍 海龍的話怎麼寫 三角形等於S 乘以S SineA SineB SineC 一樣A B C的邊是三角形的邊 再開一個什麼號 開一個這樣號 S 是A加B加C除以二 收藏的一半 你這個海龍要好好選 這個海龍其實它是有實用上的限制 它的限制是什麼 同學 海龍在用的時候邊要漂亮 你想像一下 假設這裡一個面積有更號三 那整個式子就變得很稠肉 所以通常給海龍的時候 三邊 較美麗 較好看 那我告訴你們 任何一個式子 都可以從這個二分之一 一夾邊夾邊散夾角開始 這個是最原始的公式 如果海龍不好用 就用最原始的公式算 就用最原始的公式算 好 可以嗎 這是海龍 這還跟外界緣半徑有關的 第三個 跟第四個 第三個三角形面積 可以寫成 四倍大R分之ABC 證明在下面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任何的三角形都可以從基礎公式證明 包括海龍 三角形ABC可以看成二分之一 BC 算A 夾邊夾邊 算夾角 那你知道正弦定理有一個特色 可以跟大R有關 我們知道 sinA可以寫成 二R分之A 把它換掉 二分之一 BC乘上 二R分之A 分五就有四個R了 上面就是ABC 好所以 任何的東西 要不是這個 基本公式 要不然就要看它 情供給了什麼條件 最後 三角形面積 還有一個RS 國中就有學過這個東西 一樣 S是周長的一半 例如說 A的對邊就小A B的對邊就小B C的對邊就小C 這裡是 內切圓的圓心 R R R 這個內切圓的半徑 它有什麼角色 它可以看作 三角形的高 因為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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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寫在下面 三角形可以寫成 二分之一的B 所以高 BR 加上二分之一的AR 加上二分之一的CR 可以嗎 他把R提出來 二分之一放在下面 這裡可以提出B A跟C 這個是S 等於RS 一樣 S是周長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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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其實 這個三角形的公司這麼多 他每一個公司都有他的主要的用的角色跟功能 那我最後再幫你們全部統合一次 你要求三角形的面積 最簡單的第一個是二分之一的B 乘上HB 當你給了DX 高除以2 最基本的公式 也可以用二分之一的B C 上A 如果你給了夾邊夾邊 Sine的夾角 就可以用這個 那 海龍呢 根號 S乘上 S-A S-B S-C 你如果有了三邊 當然可以用海龍 可以嗎 那如果外界圓半徑給你了 叫做4R分之ABC 也可以用來算面積的關係 最後如果你給了內切圓的半徑 要去看面積的關係 叫做R乘以S S是周常一半 所以你會發現 每一個三角形的公式 都有他的主要值在固的角色 那如果你真的都忘了 誰最最基本 這個最基本 縱使你給了三邊的邊長 你也可以用這個算 懂我意思嗎 什麼都可以用這個算 好 就這樣 阿 周常的一半 周常一半 周半 OK 右邊簡單的 用一次這個 海龍跟這個關係 給你們看 來看看Lie. 三角斜BC中三邊分別為四五七 要求這三點 來 A B C A的這邊小A B的這邊小B 四的這邊小C 第一個給了三個漂亮的編長 是用海龍公式來處理我們的編長就好了 海龍的話會不會算 會嗎 對不對 這個S的4加5加7除以2是幾 9 8 對不起 8 好 那三角形面積等於根號的8乘上8-4 8-5跟多少 8-7 這樣算OK嗎 這樣可以吼 這個海龍公式吼 好 那算一下多少 根號的 32 乘上3 4-6 那如果有了面積要求外界人的半徑 要求外界人的半徑 是不是用4R分之ABC 第二個 要求外界人半徑 三角形 三角形的面積等於4R分之ABC 4-6 等於四倍的外界人半徑分之4乘5乘7 就可以求外界人 就可以求外界人 可以嗎 喔 一樣喔 下面那個一樣 這很簡單 最後一個 三角形的面積可以用RS來算 所以四根號6 等於R乘上 2分之4加5加7 周長一半 S是周長一半喔 S都是代表周長一半 不是周長 S周長一半 這樣算完就有 答案喔 這真的不難 這真的不難 每個公司都有他 適用的地方 喔那這個其他在在球的 過程 自己去算 好不好 我用這個 勾勾勾 代表你再把這算出來 那最後有一些細節 這個 一些雜題的公司 我們把他講完喔 下一次應該 應該是這一頁講完就盡量 進攻進攻了 然後這個 這講下去我們應該會爆炸 所以這個 我應該講完第八頁就給你講了 來 第一個喔 國中有證明過內分比 國中的內分比很常用 在這個內分比外分比 到項鍊也會用到 來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A珠 平分角A 這時候 AB比AC 等於 珠B比珠C 觀察他的 主標 左腰 比上右腰 等於 左底 比上右 AB比AC 等於 珠B比珠C 正好繞整個三角形一圈 那怎麼正 可以用面積正法 會不會用面積正 來看喔 角平分線有一個幾何特徵 就是到兩邊的距離 一樣 假設這裡叫H 這裡叫H 這兩個三角形 用面積來討論 是不是可以看成有底跟一個共用的高 假設共用的高就是大H 所以 三角形 AB珠的面積 比三角形 AC珠的面積 等於 2分之1的 AB 乘以小H 底線高除以2 比上 2分之1的 AC 乘以H 那這時候 可以寫了 2分之1的 珠B 以這裡為底 這個大的H數可以當高 再比上 2分之1的珠C 乘以H 那你看這裡 2分之1都消掉 AB HH 消掉 自由的暗了 可以嗎 左邊面積可以用 底線高 比上底線高 也可以用底線高 比上底線高 那這個 小H在 等號 等式也可以消掉 大H可以消掉 我們 可以看到這兩個可以約掉 這兩個也可以約掉 所以 AB 比AC 等於 珠B 比珠C 這還蠻常用的 好 第二個 這個國中以前學過 三角形 ABC 比上三角形 A住1 等於夾邊的成績比 這個其實很簡單 因為它上面的角度共用 我們可以看到三角形 ABC 我直接算 比上三角形 A住1 可以看成 二分積的 AB AC Sin T 除以 二分積的 A住 AE Sin T Sin T 約掉 二分積約掉 是不是 AB CAC CAC 再屬於 A住 CAE 同學 從這裡開始等下去就可以看到這個 OK嗎 喔 那這一題我記得是龍騰還是哪個課本的一個 一個 一個 課本的 C OK嗎 夾邊夾邊 扇夾角 然後把扇約掉 第二個 第二個 比較沒有那麼有關係 喔 那我講三次 這兩個OK了嗎 我先稍微的說一下就好 因為還有人在操 對角線 肉一顆 一條A 一條B 假的 同學 Sin T 跟Sin 180度 -Sin T 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面積等於二分積的對角線成績 再乘上Sin的假假 這我下一次會證明 接下來的兩個是比較常用的 我把這兩個講完 投影定理跟中限定 還有這個判斷的 判斷他一講一分鐘 我可以 這我可以 這我可以 手的投影定理 是這樣子 來看喔 A 口散B 加 B 口散A A C C B口A 加A口B 等於 B口C 加C口3B 缺A 補A 所以C口3A 加 A口3C 缺B 補B 這個第一件是有一個口結的缺誰補誰 第二個是說他的功能是幹嘛 你如果要把口C 很多口C 殺掉的話 可以用這個投影鏡來做 證明很簡單 證明很簡單 我來證給你們看 啊 A B C 頭人地底是這樣 假設上面有太陽公公 把C投射下來 這條是C邊 你看到這個投射的時候 喔 這個有一個垂直 在直角三角形裡面的底邊怎麼看 B口3A 那另一個底邊 A乘上口3B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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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邊乘上口3會變底邊 斜邊乘上口3會變底邊 所以C的場可以乘B口A加A口B 可以嗎 我用兩邊的投射下來 這個算法來算 OK 好 講完這個就好 中線定理 那第四個中線定理是什麼東西呢 如果一個點在中間 其實喔這個中線定理 你也不需要很認真的背 你只要知道他的證明過程 所以這個第四題的過程 會比他的結論重要 當然沒有背也行啦 沒背也沒差 那中線定理基本上要怎麼看呢 左邊的平方加右邊的平方 等於兩倍的長度一半加中線的平方 那為什麼 你看喔 這裡是θ 這裡叫180度-θ 他們的口扇拆個什麼號 負號 這裡都是邊 還是腳 這裡都是邊 而且還有平方 你看到你用腳毛去想 都知道用漁權定理去算 對不對 用漁權定理去證 可以嗎 這題的證明有考過 還有一個平行四邊形定理 跟這個東西是類似的 都是用口扇 現在都用漁權定理去證 第一個 ab的平方 你用漁權來算的話 可以寫成 am方 加上bm方 減2am bm 乘上口扇地盤 可以嗎 同樣的 ac的平方 在右半邊的三角形裡面 可以看成 夾邊方加夾邊方 am方 加cm方 再減掉 再減掉 2倍的 am cm cos 180度 減 v 同學這兩個 是指什麼定理 ab方 等於 am方加bm方 填2 夾邊夾邊 口扇夾掌 是不是漁權定理 另一個也是用漁權定理型 那再來我們就畫畫樂 同學 cm 可以換成bm cm可以換成bm cos180d 可以換成 負的 cos 所以這兩個 負負得正 把這兩個加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等他們左邊有 ab的方 加上 ac的平方 右邊會有兩個 am的平方 還有 bm的平方 那這裡會怎麼樣 這兩項 一個是負的 一個負負得正 e號 消掉 你再看一次喔 cm 因為是中線 cm等於bm 這兩條一樣長嘛 所以把這裡換掉 再來 口扇180d 可以換成負的口扇T 負負得正 負的跟正的加 1號抵消 可以嗎 所以抵消掉以後 就得到這個中線定理 一樣從余前定理都可以開始看這些東西 好同學 那我們今天要上到這邊 這個 後面的基礎練習都可以寫 這個 你們看後面 這邊從這個第 第10頁開始 到第13頁 有一些基礎的練習 有副檢查 你們都可以寫 都可以寫 大概就這樣喔 那這個 有一些問題 稍微難一點點 因為你們學校還會往下教 所以我還是有放 那你們的 填充皮市場 我覺得都沒有很難做 喔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辛苦你們了 最後這邊 沒有 一直交往 一直交往 謝謝 謝謝